所以第二年找到一個傳統一點的藝術家 即是說我老師張義 他即席開會的時候 拿一張紙捏一隻牛出來 從這個開始 他要有一個紙的感覺 再回去美國的時候 再做了一堆用紙摺出來的牛 他後來給了我們一堆的Prototype 我們選了一隻 選了一隻之後 其實我們都不是這樣用紙 我們是scan了之後 就打印了不同的大小出來 再在上膏 其實再刁鎖一次 就把紙紋再誇張地做出來 而且鎖的方法都很特別 很多人都以為這個是實心 但其實大那隻都是空的 從小放大 即是我們沒有塞鎮之外 還豐富了肌理 他想都想不到 那個很輕巧的紙的感覺 是因為我們放大了之後 是在scan過 然後再刁鎖 根據原意 即是那些紙摺出來的 即是那些紙摺出來的 即是那些紙摺出來 我們上去做這個金色 也都是有一個 即不是真的度金 也都不是真的流金 就是我們用了另一個 新的方法 去做這個金色出來 有一個mini sculpture 就做128隻 他這個真的很受歡迎 很快就 都沒有了